现在呢我们就是去Garry装储备现场 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储备安装的一些细节呀 包括就是买一下印收的Tips 那现在我们在Garry的车上 Garry我们现在去大概什么位置 在那个Fayside那边 在little day小军那边 感觉非常期待对今天安装储备的这个过程 虽然在下雨但是也能让我们安储备的心和行动 希望能够能够接到这个过程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Garry安装储备的现场 就在我的正前方的Apartment 那Garry现在已经进去指挥全场了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储备应该怎么安装 根据您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这个安装储备 就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 安装储备的话 你现在看到这个储备倒是很凌乱 我们刚刚把那个储备的话打包 把那个箱子箱子处理掉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是 这张图纸设计的图纸拿出来 这个图纸是这个设计图纸呢 是我们以前做工刚刚开始的时候 跟客人一起商量过的 然后的话我们就确定 确定储备的尺寸是对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了 首先安装的话我们也知道 量好一样厨备的 就是厨房的高低 为什么要量高低 因为我们首先确定它的高度 然后我还知道它的顶角线 它有一条molding在上面 然后我就知道厨备的高度 然后的话你看看这高度的话刚刚好 然后我就可以确定它的molding 到这个下面的距离 多出来的尺寸的话 就是给那个台面跟厨房厨备之间 通常的话台面跟厨房之间是18寸到20寸 我还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红线 对 所以 ok 所以的话安装橱柜的话 我们要设计先把这个红外线 红外线调准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橱柜到下面的高度 然后的话我们要造一条红外线 红外线之后的话 我们会安装一条木条 等候我们安装 你等候可以看到 我们会把橱柜一个个安装放在上面 然后等橱柜全部安装好 这个木条我们会拿掉 起一个就是帮手的作物 在安装之前的话厨房我们还必须要注意几个非常小的细节 比如说在安装橱柜的话 先检查一下厨房的边边角落 全部有没有把它密封掉 在纽约的话很多有很多的小蟑螂 很多的小虫 所以的话我们必须要注意 因为客人的话以前也会很注意这些细节 那我就带你我带你先看看这个角落 OK 我们这个是水石旁边 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来的 所以有动的东西我们用特别的泡沫 全部把它封掉 全部封掉之后 当师傅最早铺瓷砖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收口灰 把全部角落里全部把它补掉 补掉之后 角落里几乎看不到一条缝隙 那杰尔我看这个是不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泡沫 对这个就刚刚好 这个泡沫在烘地址大家都用买 但是大家千万要看清楚 这个是绿罐的 然后带虫子杀虫子的标记 是我建议大家使用 这套橱柜安装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难度的话在于它这个墙面是水泥墙 普通的黑螺丝的话是打不进这个水泥墙 所以的话我们会采用一种特别的东西 这个特别的螺丝是这样的 像旁转螺丝的话 我们会通过冲击酸把它打动 打动之后的话 然后先把旁转螺丝的锤子轻轻敲进去 然后最后固定的话用螺丝 再固到拧进去 这样的话 橱柜的话安装得更加牢固 另外一件事我要给大家看看 安装橱柜的话 我们会在当中会用到很多的黑螺丝 黑螺丝的话是把橱柜打到一般的墙面上 就是包括木狼 不是水泥是木狼 但是如果你直接打进去螺丝 会忘记安装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这样的话对厨房位置会有点伤害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个白色的小的垫片 这个号码是10号 这个螺丝穿进去刚刚好 然后它后面的背板的螺片 垫片会比普通的稍微大一点 大家记住这10号 其实只要注意到这些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满意的 非常开心的厨房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看怎么安装橱柜好吗 它是什么 我们先把所有的门把它卸下来 为什么要把门卸下来 因为一个人的柜子太重 如果你门不卸下来 这个柜子本身重量又太多 不便于安装打螺丝 另外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东西的话 如果你门放着的话 还容易产生这种损伤 就像这个白色的门上面一条条条杠杠的话 客人一定不会收获的 所以我们先师傅会 把水瓶子把它调整 确定柜子的整确的位置 然后在这个柜子上开动 用那个充机转在这个打洞 然后安装膨胀螺丝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买螺丝稍微长一点 至少是三寸的 这样的话它进入的深度更深的话 它的力量受力的话会更加稳固 大家千万要注意一点东西 因为这个是你打冲击钻的时候的话 你要注意这个钻头的长短 因为一般的apartment的话 它后面的话差6寸8寸 如果你打穿人家的房子 你一定要小心 所以这些细节一定要注意 现在我还建议师傅用这种新颖的钻头 这个钻头的话 前面的话是一根小的钻头 小的钻头的话直接打到橱柜上 如果普通的钻头下去的话 这是一个瓶口来的 然后它后面一个保护的东西 可以更加钻深一点 它有一点凹陷 然后打进去的话 它就会嵌在里面 它嵌在里面的话 这个螺丝又是美观又安全 如果你直接打进去的话 有时螺丝会把所有的木头打裂 所以Darrel我看这边柜子 是已经装的差不多了是吧 对当然现在是刚刚开始装了30% 40%左右 但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它 当然的话中间还有一点小的细节 这样的话 下次等你一过来再验收 等我们照了差不多全部做完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在一起分享 那我们看到了 其实这个橱柜呢 还有台面地砖墙砖等等 这些部分没有装 那装这些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我们就过一段时间 等Gary给我们呈现完整的效果 然后并且给我们讲一下 房主验收应该注意的那些事儿 我们待会儿见 我又回来了 那经过了几天的努力呢 Gary和他的团队呢 已经把橱柜整体全都已经装修完毕了 那一会儿呢 我们跟Gary咨询一下 关于房主验收这个橱柜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tips 让我们去问他一下 Gary 你好 我没有签名 对啊 签名啊 这个橱柜就是装完之后的这个效果 真的是简直超过我的想象 对其实我是想帮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homeowner问一下嘛 在验收这个橱柜的安装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啊 对因为需要专业的人给我们一些建议嘛 对不对 谢谢谢谢 物主验收的话我觉得应该注意几点 就是当全部结束的时候 外面的橱柜最后的finish look 最后的感觉是最主要的 人家客人一进来看 哇这橱柜装的很公正 对对对 这扶手的话装的很水平 然后呢这molding的接缝的话 很少有细缝接缝的接缝的非常完美 其实最后结束的话 是电器这一方面也是很重要 首先冰箱的话就制水了 你看看它有没有水出水 这个出水的话 出水的话代表的话 我们接水的时候非常合理 还有出水的速度 说明的话这管子 它细管当中的出水比较盛长 再低一点 这个水是连接那个 连接的 连接的是连接水星的水管 这当初你在做的时候的话 我们先把水管已经排列到那边 然后这边过来 慢慢过来的话 这边是个厨房 厨房的炉头 炉头的话当然最主要是煤气 煤气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 看看煤气是不是有正常运行 所以这炉头的火的话 开上去你看这火力出来很均匀 说明的话它煤气的连接也非常合理 在做之前或者在检验之前的话 一定要测试它煤气是不是有漏气 很多时候的话 你会当你走到厨房的话 问到一种煤气味道 所以叫师傅要及时修整 OK 其实安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OK 油烟机的话 其实油烟机的话 它安装的话还是有一点要求的 它一般的高度的话 通常的话 应该是27寸到32寸之间 这样的话保持这个距离的话 你这个油烟机才能更好 更加有效的去使用 它的抽力可以用到最佳 还有那个水芯 在我们水池的话 这边有个水池 你看像这个水池的话 我们先打开到水 你看水力够大 说明水管安装的非常合理 然后第二个的话下水的速度 当你打开的时候 这个水的话能够迅速流下去 代表 当我们做的时候的话 有个下水 接到主的下水管 我们经过疏通 疏通过 不会让它有很多遗留杂质 一直在这个水管里面 OK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厨房 厨房下面有个存水湾 这个厨房下水的话 碰到的油烟的东西 油 垃圾的东西 腐蚀的东西比较多 一般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用黄铜的那种 比较厚的质量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像这个砖 后面的挡水砖 我们这个活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保养的东西 然后所有的气缝当中 会打一点胶水 打一点胶水之后 你将来使用的话 会使用更加长久 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OK 买胶水的时候的话 买一种两袋的房子 发霉的这种胶水 其实白的胶水的话有两种 一种便宜一种贵的 一种贵的话就是 它打上去使用时间很长 它不会发霉 那像我们台面的这一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需要检查的地方 其实台面的话 台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 关键颜色的搭配 对不对 整体的感觉 还有那个尤其小的 边边角角要处理得好 转弯的地方 尽量磨磨圆角 关键你设计石头的话 像这个Island石头的话 你要考虑到它的用处 切拆的地方的话 差不多有一层半两寸就可以 不会太糟 然后另外一半的话 是我建议 你要看这个客人 我建议的话 一般的话 这石头跟台面出来的话 至少8寸左右 为什么要出8寸呢 当你坐下去的时候的话 你这脚可以放在台面上面 这样更加方便 OK 不会碰到 那更加舒服 厨房的话 现在我讲了个水 讲了个煤气 还有电 以前一般的人的话 在厨房只见放一个轨道灯 但是现在已经科技险阱 所以的话 我这回厨房的话 设计一排桶灯 厨房的桶灯的话 你相对的可以把尺寸放大 用6寸左右的 然后这个开关的话呢 我跟它设计了个调光开关 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 控制那个它光亮度 但是大家记住 调光的开关 不是普通的调光开关 都可以用的 这是LED调光 LED灯 所有的调光开关 使用的话 有LED特别的调光开关 你买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注意 它当中有个LED写的 否则的话 这个开关用上去 一两次它就坏了 然后这个座柜 桌柜的话下面都可以 安装一排LED灯 一般的话 我建议的话 是每一个桌柜下面 相应的放一个 然后长短的话 要根据桌柜的长短 还有一点 那个就是厨房的插座 厨房的插座是 你看这个是厨房 因为离炉头 这旁边的插座的话 你不需要装这种防水的 防水的插座 然后的话 在水性旁边 两次地方 一定要装个防水的 防水的话 它有触电的保护器 就是说 你在这个区域的话 用水比较多 安全也非常重要 OK 所以这个离水进的地方 一定要做防水 对 一个好的师傅 在做之前的话 必须要跟客人 有个合理的沟通 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 一定要跟自己的 道具师傅沟通这些问题 一个师傅的沟通 然后沟通好之后 你可以把所有你大概的尺寸 大概想方的方位 全部决定好 然后的话 好的有经验的师傅 他已经可以帮你设计到橱柜 所以沟通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般的改到后期的话 就是非常困难 就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提前沟通很重要 对 的确是 介绍完橱柜 Gary还带我看了一下 他工程队做的整个房子的效果 很多细节都超贴心的 Gary还说 希望自己和团队 对细节的考量 能够让房主居住的更安心 舒适 怎么样今天 大家是不是get到了很多 非常实用的安装橱柜 以及验收橱柜的一些小tips 那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大家就是 美国中文电视 马上就要推出一档全新的栏目 乐活视频 那我们家中文帮将扩大范围来帮助大家 希望大家生活更健康幸福快乐 那大家赶快去关注乐活视频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